你可能很难想象到废弃的工厂 隐藏着非常可怕的污染 环保署最近调查了全台湾50家 废弃多年的钢铁跟电镀工厂 发现有一半以上长尺的土壤或者地下水 都受到重金属的严重污染 其中会在台北线瑞芳的台金矿业公司 土壤的深含量超过标准200倍 台北线政府紧急决定暂停当地 本来要展开的观光开发计划 以免危害到游客的健康 位于台北线瑞芳镇 已经废弃多年的台金矿厂 居然被验出土壤内有7种重金属超标 其中深的含量更超标208倍 遭受污染的废弃工厂不止一家 台中县的新国炼钢厂 也被验出土壤内的多绿联本含量 超标258倍 环保署这波调查全台50家的废弃工厂 总共有28家的土壤和地下水 遭到严重污染 我们是已经在进行 尤其是在台金的这一块 因为是污染比较严重 那现在县政府就是已经打算 要把它公告为控制厂值 这一次勤查的废弃工厂 受污染的类型 以重金属污染 和总石油炭氢化物污染为主 由于长期累积在土壤中 专家认为当务之急 应该要检测污染物 是否有扩散到场外 一旦移动到场外的时候 我们要去调查居民 它这个污染的介质 譬如说地下水 那这附近居民有没有喝地下水 如果没有 另外的话有没有抽地下水 来做其他的用途 那要把这些途径弄清楚 环保署表示 已经要求地方环保局 查杀工厂附近 是否有居民使用地下水 种植农作物等情况 避免污染再扩大 而台北县政府也紧急决定 暂停金瓜石 原本要实行的观光新建计划 以免危机优客健康 记者众口报道